原民會為附贈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 並建構傳統醫藥知識系統 二四二十五號兩天 在台中長榮桂冠酒店辦理一百一四二年 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知識附贈成果展 極觀摩會 現場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族人 以及健康照護文件站等相關業務的人員 共兩百三十多人參與這場盛會 我們希望趁這些長小孩在的時候 希望趕快記錄他們 把他們的一些相關的傳統醫藥知識 跟傳統文化可以保存下來 我們說我們在這個計畫當中 也有用影音的方式 或者是平面的方式 或是用文字的方式 都有把它記錄下來 我們今年已經收集到 兩千零六筆的原住民的植物 藥用跟靈媒的知識 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我們希望以後他能夠去 萃取出或分離出 一個真正屬於我們原住民體系的一個 原住民傳統醫藥的知識系統 傳統植物應用以及傳統醫療知識 都是祖先千百年來所累積的智慧與知識 因此原民會也透過各項計畫 以及工作的推動 要來附贈原住民族傳統醫療的知識體系 其中在辦理收集原住民族傳統醫病儀式 及民族植物文化之影音影像鼓勵方案中 成果相當豐碩 主題涵蓋傳統植物運用 屋衣 靈媒等內容 因此也在這場成果展及官模會當中 頒發獎狀及獎金給入選17件作品的 個人及團體 當然老人家有給我們敘述了很多 將關於黃金的一個使用的一個方式 煮糯米飯的時候可以加一點 可以帶來一些芳香的一個味道 醃肉的時候可以去做覆蓋 比較不會長蟲 做九曲的時候 九曲它就比較不會那麼快的 會有那種發酸的那種情形發生 這次我們拍攝的主題呢 我們特別針對了原住民族群都會使用的一個植物 叫做艾娜香 然後我們主要是放在阿美族 阿美族的做月子的藥草域 在這兩天的成果展及官模會 不論專家學者 還是來自各地專門研究傳統醫療或植物的部落族人 大家就相關的研究與成果 來進行交流分享與討論 希望藉此一步步的系統化 原住民族傳統醫療以及植物要用的知識體系 也是新聞NO台中市查保報導